記者手上拿的是政府推出的三倍券樣本 上樓寫著使用期限到今年底 不過消極會認為裡頭的1000塊 學人民自逃腰包 理券不應該設下使用期限 所以3000塊就半年時間 我認為是可以消費的 使用期限可以長當然是最好 那你只有半年的使用期限 就是強迫你在短時間要消費 民眾大呼好麻煩 因為三倍券規則還不少 首先不得換線 不能找零還不能儲值 當中使用期限到今年底最具爭議 那必須要有個法律依據 因為法律依據的情形之下 讓消費者付出去的1000元 在12月31號之後變成廢紙 可能會有證明 消費者他自己所支付的1000元的部分 如果沒有使用的話 應該是要退費給消費者 針對消極會說法 經濟部次長王美花3號回應 說這一次的振興券是一次性發行 跟一般的禮券不同 所以可以訂定使用期限 經濟部或者是行政院可以說 我不是業者 我是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制定的這個禮券的規範 你不能只限制民間 你自己要不要遵守 距離7月15號三倍振興券上路 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消極會呼籲政府 應該要依照法源 儘速訂定使用規定 記者楊世絮 林恩如台北採訪報導 警察員